熊猫幼崽面试的时候 刚才我们看到李老师 已经把这些可爱的熊猫幼崽都喂了一遍了 现在睡得 阿气宝都睡着了 睡得沉沉的 很舒服 那么我们节目继续 李老师您请 完了我们继续下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体板 我们的体板 看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是 大熊猫看到熟悉的人 能通过他的视觉认出来吗 如果能挨得很近的话 他熟悉的人呢 是能够认出来的 包括他主要认 通过他的一方面视觉 他会有一定的感知 还有一个就是嗅觉 感知他这个熟悉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人来认识 就这样的 然后还有听听 那么相比较那些感官 这三种感官 哪些感官排出去 哪些感官非常非常发达 每个感官也非常非常弱 嗅觉听觉应该是靠前的 嗅觉听觉是靠前的 视觉要稍微差一点 要差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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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